这是一套曾将日本老打到头发发麻的战术 诺门坎一役 大毛用他 直接将数十万关东军打到全军覆没 欧洲战场上老美更是用他 一度将轴心国打到 闻风丧胆 真是攻坚克战所向披靡 到了朝鲜战场上 美军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来对付志愿军 而且还是用一个师进攻志愿军的一个营 不管从装备到兵力 还是从战术上来看 都是手刀勤来的一战 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整整打了六天六夜 四十余次进攻后 他们不仅没能攻克阵地 反而还打出了一个伤亡一千三百四十余人的战绩 真是丢人丢到了家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到底有多惨烈呢 众火力不多的战士们 又是如何化解能让西方步兵望风而逃的 不谈协同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志愿军的十五军四五师134团三营 是如何在普达峰上 打出一个震撼世界的阻击奇迹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刚从前线撤下来的十五军接到命令后 连夜赶往了知浦里地区 他们以二九师防守右翼 四五师防守左翼快速展开步防 朴达峰位于金化西南三十公里处 一条简易的公路刚好从山脚经过 其主峰向西南沿伸出一个山脊 刚好挡住了前行的公路 是北进金化的咽喉之地 也是美军必须打通的关口之地 早在五月二十八日 就有两个连的敌人 赶到了普达峰的山脚 却一直畏首畏尾 不敢前行 直至二十九日下午 才发起微弱的试探性攻击 很明显 这又是我们的友军 加拿大力 也正是这两天的时间 让战士们加固了防御攻势 五月三十日 真正的进攻开始了 天刚蒙蒙亮 他们的炮兵就开始忙碌起来 几十门一百一十五毫米的意大利炮 一字排开 对着普达峰就是一阵猛轰 一时间 整个山头飞沙走时 尘土飞扬 两个小时后 美军的飞机出动了 他们表演性的低空掠过 对着重要目标 又是一轮定点清楚 山头上再次升起了几团 暗红的黑云 当然 这样的火力 对于酒精考验的战士们来说 是小菜一碟 基本伤不到皮毛 他们在防炮洞里 静待炮火结束后 一声不响地 六回各自的阵地 果不其然 家军一个排的步兵 小心翼翼地摸了上来 眼看距阵地已不到三十米 突然 密集的手榴弹从天而降 一阵激烈的爆炸后 几十名战士一跃而起 直接冲进敌群 手起刀落 几个回合后 一个排的敌人炮都没冒一个 就失去了动静 山下的指挥官 更是直接傻眼 啥都没弄明白 一个排就没了 再次呼叫空中火力 又来一次定点清楚 树架阿虎妖地野马 再次出现在东南角 密集的淡雨从天而降 山头上 顿时火光冲天 硝烟四起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同样的冲锋 整整大了一天 他们一共发起了四次冲锋 都被战士们全部击退 傍晚时分 九宫无果的家军 终于放出了大招 在一阵猛烈的轰炸后 直接动用了五辆坦克 引领着三百余名步兵 向山头发起进攻 企图以他们得心应手的 不坦协同 一举拿下阵地 然而阵地上的战士们 并不惊慌 他们并没打前面的坦克 而是集中火力 对付后方的步兵 同时以夜光弹 为后方的炮兵 指明坦克目标 一枚炮弹横空飞过 冲在前面的一辆坦克 顿时发出耀眼的白光 紧接着炮塔腾空而起 其他坦克见状后 赶紧后撤 旁边的步兵 更是吓不过了他 那么 等待这伙大兵的 将是一个怎样的命运呢 为了拿下阵地 他们又做出了 怎样的反扑呢 请看下集 普达峰阻击战2 烈火金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